2024又一部丧尸片生猛来袭 狂欢节派对遭遇活死人袭击 生存挑战开启地狱模式 女主艾斯迎来了自己的18岁生日 由于父母不在 她打算跟弟弟妹妹们随便庆祝下 却不想男友提前收到消息 带着一帮朋友冲进了艾斯家里 为了庆祝女友的生日 她提议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活死人节 这个活动对外宣传 是为了祭奠王死的人们 实际上却是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狂欢派对 艾斯瞬间心动了 不过考虑到小弟的年龄 以及腿脚不变的二弟 他只能委托二妹留在家里照看两人 而众人不知道的是 距离派对场地不远处 一颗发光的陨石从天而降 史无前例的天灾即将来袭 而这边的艾斯等人 即将抵达目的地时 前方的道路却被堵得水泄不通 艾斯的男友凯文方向盘一打 他知道有条树林小道可以绕行 看到好友们拍掌叫好 凯文心中得意的不行 却不想前方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结果车辆失控撞在了路边巨石上 当艾斯从昏迷中苏醒 只听到后座传来凄惨的叫声 原来有位好友的腿被撞断了 他们想打电话求助 可这片山区没有半点信号 现在车辆也无法启动 原路返回肯定不现实 唯一的办法就是前往派对现场求救 那里肯定配有专门的医生 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 留在车上的丸子头心中窝火 可为了照顾断腿的姐妹 她也只能坐着等待救援 两人没注意到的是 之前被撞倒的身影突然站起身 丸子头见了还兴奋的挥手求救 可看清对方猙獰的面孔 她连忙躲进车里关紧车门 这哪里是来施救的 分明就是所命的丧尸 与此同时 待在家里的艾斯弟弟 看到网上有人发布了一条视频 活死人派对现场 有个男人突然口吐鲜血 开始无差别攻击路人 他以为这是举办方故意制造的噱头 小弟见了顿时来了兴趣 嚷嚷着也要跑去看看 大聪明二姐想到一个主意 那就是打着送物资的名义 前往派对现场 即便姐姐发现了 也无法出言则怪 另一边艾斯三人总算来到活动现场 不过这里的游客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艾斯也没多想 当务之急还是找到衣物室在说 好在会场后方 有个标着十字架的板房 几人急匆匆地走进去 里面除了杂乱的物件和血迹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艾斯找遍了每个房间 总算在休息室看到一位女子 只是对方的精神有些恍惚 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男友凯文不想多管闲事 拉着艾斯就要离开 两人刚刚走出门 就看到好友杰克兴奋的表示 他的手机突然有了信号 刚刚已经成功叫到了救护车 现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趁机去派对上玩玩 艾斯半推半就的走向活动场地 却没注意到杰克根本没有打通电话 刚刚的一番说辞 只是他不想浪费派对的门票而已 而另一边艾斯的几位弟弟妹妹 已经开车朝着这边赶来 这回他们没有遇到堵车 而是前方的道路直接被封锁了 不过旁边有条小路 标着可以直通派对现场 即将抵达时 二妹竟然发现艾斯的车辆停放在路边 跑过去一看 座位上面全是血迹 却看不到半个人影 二姐断电艾斯一定出事了 于是重新启动车辆 准备赶往派对现场 谁知中途遇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艾斯的朋友丸子头 二姐急匆匆地跑下车 只见对方目光呆滞 显然受到不小的惊吓 她说自己是趁着姐妹被咬食 才得以逃脱的 听说有丧事来袭 二姐想到正在参加派对的艾斯 于是连忙将丸子头扶上车 却不想汽车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他们只能步行前往了 而此时的艾斯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 也许是吃了药的缘故 她的神情有些恍惚 看谁都像是吃人的怪兽 好不容易穿过拥挤的人群 艾斯准备喝口水缓缓 却不想一名壮汉突然冲向游客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扑倒 整个派对瞬间混乱起来 排上的歌手傻眼了 还没搞清楚状况 就被丧尸扑倒在地 好在艾斯的反应比较快 一个劲得往人少的地方钻 有游客还想着开车跑路 可在极度恐慌之下 一辆又一辆汽车相继追尾 好端端的狂欢派对 俨然成了血肉横飞的死亡漩涡 这边的艾斯不小心被丧尸缠住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是二妹赶来救援了 他们的爷爷是当地出了名的猎手 因此两人的身手也不俗 轻松解决落单的丧尸 他们总算跟藏在森林的弟弟会合了 艾斯现在也没心思斥责二妹 因为远方正有大批丧尸赶来 他们只能朝着相反方向逃离 好不容易来到医务室 不过里面已经被人占据 艾斯拼命喊着救命 想不到开门的竟然是男友凯文 解决掉窜头的几个丧尸 一行人总算脱离了险境 艾斯也没想到男友还活着 原来丧尸刚刚爆发时 他和杰克直接逃离了现场 中途两人遇到一辆警车 在里面幸运的找到一把手枪 有了力气在手 他们这才成功逃进了医务室 而杰克能活到现在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有这么多人加入 本能的询问有谁被咬了吗 艾斯心中大怒 这些可都是你的朋友 忽然隔壁房间传来细微的响动 众人立刻停止争吵 难道这里藏有丧尸 凯文咬了咬牙 正准备关上房门 一只丧尸突然窜了出来 众人合力将其击倒 却不想又有几只丧尸陆续走出 他们只能边打边退 躲进最里面的休息室 这下众人的生存空间再次被压缩 小弟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 杰克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被咬了 艾斯连忙解释 小弟的糖尿病犯了 得知对方从上午到现在还没注射一道素 他的心中一沉 必须给小弟找些药物才行 二姐想到之前逃亡时看到一辆救护车 那里肯定存有一道素 艾斯正要准备出去拿药 凯文和杰克同时反对 前者是出于关心 可后者却担心 他会引来更多丧尸 艾斯哪里顾得上这些 掀开窗户便直接跳了出去 却没注意到丸子头的身体颤了颤 这边的艾斯小心翼翼的避过丧尸 讲一击的二姐竟然悄悄跟了上来 他认为自己也该为小弟出奋力才是 两人摸索着穿过满是帐篷的营地 很快就看到了抛锚的救护车 不过他的周围站着好几具丧尸 硬拼的话肯定会引来更多 二姐看到地上的物资眼前一亮 只见他捡起其中的燃烧棒 将其点燃后便放声大吼起来 所有丧尸立刻转过头 纷纷向着二姐追去 艾斯悲痛的举枪走进救护车 想不到里面还有一个即将事变的守卫 现在他什么都顾不上了 拿起胰岛素便匆匆离开 而躲在医务室的杰克 坚持认为小弟被感染了 残疾的二哥挺身而出 生怕杰克一枪干掉小弟 两人拉扯时 却没注意到丸子头的面孔变得猙獰 站起身摇向毫无防备的凯文 杰克举着手枪一顿乱射 结果子弹全都射中了凯文 他的心中一沉 本能的把腿就逃 只留下艾斯的两位弟弟脸色煞白 二哥挣扎着捡起手枪 准确命中失变的丸子头 可他身后的玻璃门也跟着破碎 二哥临危不乱 抹了一把丧尸血涂在身上 想不到这招真的管用 丧尸对他们兄弟俩不闻不问 静止走出了医疗室 而另一边的杰克可就倒霉了 他没想到外面还有这么多丧尸 仓皇逃窜时 无意中落入一个土坑中 旁边竟然有个石头正在发光 赶来的丧尸全都自觉停下脚步 想必正是这块陨石带来的诗变天灾 而曲道邀的艾斯还没抵达伊物市 他就看到二弟的皮夹外套 心中立马生起不祥的预感 忽然身后窜出一个轮椅 正是刚刚逃出伊物市的二弟 昏迷不醒的小弟也在他的怀里 可艾斯还没来得及高兴 一只丧尸突然窜了出来 姐弟俩同时开枪将其击毙 一把车钥匙顺势爆了出来 艾斯心中大喜 随即带着二人躲进人工洞穴中 随着一管移岛素下去 昏迷的小弟终于苏醒 艾斯喜极而气 十分自责没有照顾好弟弟 他正要带着众人前往停车场 孙悠杰克突然从黑暗中窜出 只见他飞快夺过手枪 顺势还挟持了可怜的小弟 刚刚他偷听到艾斯准备开车逃离 于是逼迫对方捎带自己一份 尽管艾斯心中不乐意 但也不得不朝着停车场走去 可是沿途的丧尸实在太多 眼看就要被团团围住 艾斯抛出汽车钥匙 让杰克带着两位弟弟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吸引丧尸注意力 可他枪里的弹药毕竟有限 想要脱困几乎比登天还难 而另一边同样陷入困境的二姐 已经被大群丧尸围在了表演台上 出于求生的本能 二姐点燃了台下的汽油 自己则沿着梯子不断往上爬 燃烧的火焰恰好被不远处的艾斯察觉 猜到自己的妹妹遭遇了危险 于是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就在舞台上的二姐退无可退时 艾斯宛如神兵天降 奋力击杀着丧尸 姐妹俩相互配合 总算冲出一条血路 有惊无险地躲进了舞台下的铁架中 可这并不是长久之计 他们的弟弟还在杰克手中 如今枪里的子弹只剩下一刻 他们打算就地取材制作武器 当清晨的太阳升起 杰克等人已经赶到了停车场 在这里他们遇到一个老熟人 正是丸子头受伤的姐妹 小弟天真的上前准备打声招呼 却不想对方早已失变 二哥暗道不妙 快速挡在弟弟身前 用轮椅抵住了丧尸的扑药 杰克跳上汽车后立刻启动引擎 小弟没想到他会抛下二哥 可后者却觉得理所当然 谁会甘愿冒险去搭救别人 此时的二哥几乎陷入绝境 眼看就要被丧尸咬中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是艾斯姐妹赶来了 不过刚刚的枪声 也吸引了附近丧尸的注意力 姐妹俩只能抄起自制武器 冲进密密麻麻的失潮中 可人力有失而穷 艾斯二人很快就累得精疲力尽 看着丧尸源源不断地赶来 二哥叹息一声 招呼两人不要管自己了 他还能帮忙吸引一些火力 说完后就掏出一瓶汽油 待丧尸缓缓靠近后 男人立马掏出了打火机 大片丧尸很快就被烈火吞没 艾斯强忍悲痛拉着妹妹逃离 身后刚好开过来一辆汽车 正是去而复返的小弟 艾斯姐妹连忙跳了上去 只是小弟没说的事 之前杰克准备强行带他离去 小弟竟然抢下手枪将对方击毙 艾斯一家果然没有一个擅长 这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新闻播报 全国各处爆发了丧尸病毒 军方准备派遣战机轰炸所有的重灾区 可这真能抑制丧尸病毒的蔓延吗 以上就是活死人之节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